我今天又在骑行 我现在这个位置是北人区的天牧村 天牧这个地方已经拆迁了 剩下还有为数不多的房子 刚才我是路过清真北大寺 天牧的清真北大寺 那里呢我已经拍了一个视频了 那个视频呢后面会发 今天我这个视频呢 先跟您把我今天骑行的这个沿途风景 跟您分享一下 我现在是从这个地方往南走 前面不远处就是天牧的清真南大寺 现在您就随着我的镜头 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站在这里远远的能看到两个金色的穹顶 那里就是南大寺所处的位置 我从这边过去 这边路上是拆掉一半的房屋 这个房屋的内部还有几个字 凑建了看是为校争光 这块我不太了解 以前是学校嘛 这个胡同里的房屋虽然说都是红砖的 但也处处带着一股老气 这里的房子少说应该也得有五六十年了 看一下这个纯旧的大门 上面还有米老鼠的图案 走到这块的时候 我把车子放下了 这块我徒步过来吧 这样能拍得更清楚啊 天牧的这处清真南寺就位于天牧村的南端 始建于清咸丰四年也就是1854年 现在我拍到的这是这个建筑群里的清真女寺 这整座建筑群在1928年也就是民国16年的时候进行过一次扩建 但是清真寺的老建筑在1948年的时候毁于战火 解放之后直到1950年这里才逐渐修复 到了上世纪80年代 在1988年这里进行过一次大修 这次大修等同于重建 但是是在不破坏老建筑的结构上进行重建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建筑就是88年那次重修之后的样貌 当然这之后的修修步步又无计其数 现在我镜头里拍到的这个就是原来清真寺的老建筑 您看一下上面有几个字 清真女寺 这是老的清真女寺 这边呢就是清真寺的主体建筑 在它的正上方挂着一块饼 上书清真寺三个大字 据说这三个大字是原天津市市长李日桓所提 这整片建筑群清真女寺是独立出去的 这里总占地面积有1278平方米 建筑面积是825平米 寺内有大殿 南北讲堂 还有沐浴室 这里呢是它文保单位的标牌 北辰区 不可移动文物 站在远处它顶部的那个望月楼特别的明显 金灿灿的 这条道路的右侧就是清真女寺 这个地方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还是地下组织的秘密活动点 可以说历史意义非凡啊 好告别了天目的清真南大寺 咱们继续往前走 前面不远处呢 就是北远河畔 这条小胡同坑坑洼洼的 骑行过来 非常的颠簸 到了远河边 这路就平坦了 我现在右转过来 咱现在就沿着这个北远河畔 一直往前走 这个地方有一个码头 在这个镜头的左手边 以前北远河上的百渡口可是不少 相应的大大小小的码头也不在少数 像这个呢就是一处码头 那里还有拴缆绳的墩子 后来远河上修了大大小小的桥梁 这码头的作用就越来越弱了 远河上热闹闹闹的百渡的情景 也早就不见了踪影 在前面不远处 连接北陈区的天目村和洪桥区的 郭新庄村还有一座桥梁 您看一下 就是现在我镜头拍到的那座桥 那座桥呢就叫郭新庄桥 在这座钢筋混凝土桥的北侧 紧爱着这座桥东西两岸 各有两个这种墩子 或者叫柱子 一共是四个东西两岸各两个 这个呢是以前这个老桥的一部分 老的郭新庄桥是铁帘木板桥 是吊桥 修于1971年 那个被战被荒的年代 据说当时那座老桥就是战备用的桥梁 老桥是吊桥 当时只允许这个行人和自行车通过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桥 是修于1994年的4月 这个呢是新桥 是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梁 两侧有这种铁质的护栏 现在这座新桥呢 是行人自行车电动车都可以通过 并且小型的汽车也可以通过 您看对面现在就开过来一辆小面包车 现在我来到了北云河的西岸 这里呢是另一顿的两根柱子 原来老吊锁桥的一部分 上面还有原来固定贴锁链的金属扣 现在是锈级版本 据说以前老的吊锁桥通过的时候还要收费 当时一次是几毛钱 这种收费方式呢 类似于百渡船的收费方式 这一句话应该有30多年了 这边呢就是原来的郭新桩村 郭新桩现在是属于北城还是属于洪桥 以前肯定是属于洪桥去的 前面不远处就是天幕的清真北寺 这座寺院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那座高耸的望月楼 它的北侧紧挨着这座寺院的 就是这个三位书屋 这个书屋的整体建筑风格 和这座清真北寺浑然一体 寺院的整体风格 是中国古典殿居室的建筑 看起来恢弘大气 它始建于明朝永乐二年 也就是1404年 到今年2021年 已经有617年了 它和天津城的设位 组成日期是在同一年 可以说这座寺院和天津城是同岁的 现在这座寺院已经对外开放了 前面那个小门就是它的入口 我先在它外围转一转 现在我拍到的是这座寺院的山门 山门不常开 并且山门锁在这个位置 座右两侧也是两个房间 山门以上是斗拱和乌檐 这里还挂着一幅对联 念礼斋克朝 传承伊斯兰文化 人意理智信 弘扬大中华道德 山门前是中石原柱支撑起来的一个通廊 这个呢也叫外廊 通廊以上是雕梁画洞 通廊的左右两侧分别雕有梅和竹的浮雕 这个呢是山门大殿旁边的一个小门 上面的浮雕栩如生啊 可称得起小而精 这边是山门左侧的青春墙体 表面呢是嵌有汉白玉的雕刻 正中间是天目青春北寺六个大字 站在远处拍一下它的整体 好 现在我就通过这个小门进入到寺院内部看一看啊 刚才我是得到了这个寺院内部信徒的允许才进来的 并且确定了能够在这里拍摄 通过这个狭窄的小门进来 第一感觉就是豁然开朗啊 原来这个寺院内部这么大 刚一进来这里就是空旷的店前广场 广场后面是几座大殿 殿顶都是绿色琉璃瓦 山门锁的这个位置 这个房间是天目青春北寺的精学班 然后咱往里走 这座寺院目前部分的院落还在整修 这里有一块碑 咱凑近的看一下 这座碑应该是有年头了 上面的字迹都不是太清晰了 可以勉强的能看清楚 这是赞女包礼拜碑 从左到右是竖写的碑文 碑的两侧还有花文 这座碑旁边的这个大殿 看起来年久实修 木制的门窗有不同程度的破损 这个应该是一座老建筑了 它的左侧还有一块碑 这个是重建天目村北 女清真寺碑记 这座碑要比刚才右侧的那块碑要新一些 看得出来文字刻的还是比较深的 在这个寺院的东南角还立有几块碑 咱过去看一看啊 诶 那是有只小猫跑了吗 咱先来看这第一块碑 这座碑挺大的 上面有顶子 顶子上面还有阁楼 下面右手边 这是原市长李日怀的提字 清真寺 左边是重建李白斯碑记 这两块左边是牧民宗谱 右边是北四十考 清真北四到今年已经六百多岁了 经历过明清两代 经历过抗日战争 但是在上世纪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曾经被毁坏的非常严重 直到1980年才开始修缮 当时是筹资了六万余元 并且加上了老百姓的捐款 才修复了大殿 四年之后 到了1984年 当时村民积资了十万余元 重建了南讲堂和北讲堂 对厅 还有这个寺院西北部分的望月楼 86年重建了沐浴房 92年又筹资重建了大殿 并且把原来的藏经式平房 改建成了二层楼房 直到1995年军工 那些蓝色挡板的外面 就是拆迁完毕的天目村 这里经过几次翻修扩建 成为了现在这个规模 这个规模可是不小 总占地面积有1.2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是4000多平方米 仅大殿的面积就有1000多平方 每座建筑都有这样的飞檐 上面还雕刻有角兽 这里这个小门能通到后面的院落 后面的那座殿鱼正在整修 外围搭了好多这种脚手架 这个正在整修的这个殿鱼 应该是后殿 这座后殿呢 南北长是30米 东西宽13米 一会儿我简单拍下来的内部 从这上去通过那个门 就能看到后殿的内部景况 这里面呢铺有礼拜用的地毯 并且还放有长凳 再往里面走就是礼拜的大堂了 大堂我就不拍了 简单拍一下这里的陈设 后殿的正对面 从这个门过去 前面是沐浴房 这里呢就是我一进入这座清真寺 看到的那座有不同程度破损的那座大殿 它的后面整体是这个样子的 整个是没有遮挡 店鱼内部的情况是一览无余 看得出来现在这里正在整修 从这个地方再往前走 转过去 又转过去前面就是望月楼了 清真北四西北角的望月楼 望月楼的底部是大理石的台积 并且配有方柱 这座楼总高度有20米 并且这座楼还配有灯光 每逢摘位的时候上面是灯光闪耀 在吉利利以外都能看到 楼体整体成塔状 一个圆柱体 楼体上下两部分还是有两个圆形平台 现在我拍到的就是上面的平台 然后是下面的圆形平台 这个楼身上还开有好多窗 有长方形的有拱形的 望月楼旁边的这个清真 真女寺的顶部上面还建有一个凉亭 看样子应该是六角亭 这座清真北四里的浮雕也比较多 浮雕大概展现的就是各个时期 这座清真北四的样貌 望月楼前面这个店鱼上的扁 沉静冰青 寺院的北侧这里还有两块碑 一块上面刻的是天木 另一块我转过去看看啊 这块上面刻的是一雀 好 现在我应该在这座清真北四里面走了一圈 把我能想到能拍到的这座重修古四的细节 几乎都拍到了 这是一座有历史积淀 并且有中国古代建筑美感的一座清真寺 这也就是我这个视频全部的内容了 跟您简单分享了这座天木的清真北四 咱们下个视频见